备孕成功经验,准备怀孕的未准爸妈们,都非常关心过来人的备孕成功经验。 我们知道,宝宝的发育从金子和卵子的结合开始,而顺利受精的关键就是男女双方在受孕前有健康的心理和生理准备。 以下为一些备孕成功经验,不妨参考一下。 一、调整饮食,多吃富有营养的食物,基本不吃油炸食物和寒性食物,比如白萝卜,同样水果基本不吃寒性水果,比如西瓜、香瓜。 二、睡眠充足,睡觉很重要,早睡早起更重要,人体的早睡时间主要集中于22点到2点,一定要保证在这段时间入睡,最好能够达到熟睡状态。 三、适量锻炼,选择什么样的锻炼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适合自己,建议是尽量选择舒缓,轻松的运动方式,可以散步,练瑜伽,不提成炙烈运动,比如大羽毛球,游泳。 四、测量基础体温,基础体温序限图,有助于预测排卵,通常在早晨起床前测定,基础体温在排卵日最低,排卵后升高0.3到0.6度。 五、放松心情,心情很重要,越着急,越想着怀上,就越不容易成功,千万别把它当回事儿。 不过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多少人都过来了。 六、远离电子产品的辐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发出的电磁场可能降低乱字或者瓶子的质量,从而诱发不孕不育症。 被孕成功经验,同胞时机与姿势,怎样容易受孕向来是被孕夫妻关注的重点。 其实,快速怀孕的诀窍就在于找到受孕最佳时间,以及最容易怀孕的姿势。 到底什么姿势最容易怀孕呢? 同胞时又有什么样的小诀窍? 听听PCbaby的网友们怎么说的? 流氓兔,排卵后同胞时现生子梦,我觉得排卵后同胞怀儿子是科学的书法,因为排卵后卵子已经在子宫里。 这个时候同胞,外金子游得很快,一进子宫就与卵子结合,X金子还没有到子宫,所以就XY结合生儿子。 详细,care room做排卵监测后,同胞以及集中,羊子盘妈,子宫后卫同胞后,PP最好定高30分钟,每天早晨固定的时间测量基础体温。 在月经干净后开始卵胖监测,由强羊转弱羊,晚上AA,因本人子宫后卫,每次A完,屁股定高半个小时,连续九天喝黑豆浆醋排完,使配它更衣着床。 详细,喝花2012,科学健康备孕一个月同胞四次,夫妻不喝酒,不吸音,坚持每天不行一个小时,晚上10点半前睡觉,养好精神,开始备孕前三个月补充叶酸。 经济过后五天后同胞,隔天一次,一个月最多同胞四次,梅娅只做一次,详细,魔幻公主,想要考验把握同胞时机最重要, 一个月有三次机会是最容易受孕的,总共10天,排卵前期,排卵日到天,排卵后天,中间相隔五天以保证精子质量。 其实词是不重要,怀男孩的就是要女帮先高潮,今天又听说要三次高潮后,男帮再设,还有带研究哈,次数的话就排卵七三次,时间的话要看情况了,每个安排的都不同。 这里就不说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